在东汉末年,乱世之中,刘备如一名孤舟,在暴风雨中艰难航行,从184年起,他投身于平定黄金之乱的战役,开始了自己的奋斗旅程,经历长达35年的努力,直至赤壁之战后,攻占一周,在夺汉中,刘备终于奠定了自己基业的基石,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刘备自立为帝的223年到蜀汉的终结于263年,短短40年间,一切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烟,刘备未曾遇见到,其后蜀汉会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他的儿子刘善更是成为了曹魏的俘虏。 被封为安乐宫,这无疑是对曾经蜀汉雄心的讽刺蜀汉的覆灭,背后有着众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备的亲家,马超的存在,对这一过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马超,这位一生中充满仇恨与复仇的战士,即便与刘备结为亲家,似乎也难以抹平他心中的创伤。 马超入蜀,他的末年充满了冷遇与孤独,仅仅七年后,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曾经的雄壮将领,身心俱疲,遗憾的离世,让人不禁感叹,是那份在蜀中得不到重视的苦闷,加速了他的衰老,在三国志的记载中。 有关马超与彭样的对话,展现了马超在蜀中的处境,彭样的不满与野心,与马超的忧虑形成鲜明对比,马超选择忠于刘备上报彭样的叛变计划,这一决定虽保住了自己短暂的安全,但也深深揭露了他在蜀中的悲哀与孤立。 在三国的乱世浪潮中,马超曾是北方的猛将,以勇猛闻命于世,然而,命运的波折将他带到了刘备的门下。 他那曾经在同关之战中让曹操颜面扫地的勇武,已被岁月和疾病所侵蚀,变成了一个力不从心的勇士,尽管身患重疾。 马超的内心仍旧坚韧如初,他深知,在刘备的营中,以武力论英雄,以非明智之举,毕竟,赵云,黄忠,冠宇,张飞这些天下文明的勇士围绕在刘备身边,因此,在生命的尾声,他决定以文致敬,写下了一封遗书,向刘备表达了他最后的心愿,遗书中的话语虽然简单,但每一个字都透露出马超的真诚与无奈。 陈家族遭曹操之难,机智灭绝,唯有递马代幸存,望陛下慧眼食材,继承我血脉。 这不过寥寥数十字,却是马超用尽生命经历所留的最后心愿。 刘备读后,心中五味杂陈,他记得马超昔日的豪情,也想到了这些年对马超的不公,于是,他承诺将照顾马代,让他继承马家血脉,但谁又能想到, 这一决定竟成了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公元214年,马超奉张鲁之命攻打加盟官,然而张鲁部下杨白,惧怕马超才能,因此在背后打压马超。 不但让张鲁部给马超军粮,而且还不让马超军马进入汉中,由此一来,马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尽不能打败张飞,占据加盟城,退又无法进入汉中, 而刚好在此时,刘备率军攻打刘张,而马超见刘备素有人意之名,于是便主动写信,请求归降刘备,在史料《三国志》《马超传》有记载,鲁部族与济士,内怀于义,文贤主为刘彰于成都,秘书请降。 当时马超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秘密写信给刘备,第二个就是请降,请求刘备收留他马超,随后马超为报刘备收降之恩。 于是亲自率军拿下成都,其实在马超决定投奔刘备之时,他便已经输了个彻底,原因也非常简单,刘备为了迅速拿下成都,私下给马超一只兵马,只不过在马超成功拿下成都之后,马超的兵马便被刘备慢慢收编, 到最后,马超在川中是没有兵权的,除此之外,马超还曾经被关羽和张飞恐吓,原因非常简单,马超在投奔刘备之后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因此常在私下叫喊刘备的字号玄德,关羽听闻之后便打算斩杀马超,超音剑被带之后,与备言。 长呼被字,关羽怒,请杀之,只不过刘备当时还算是给了马超面子,刘备回复关羽道,人穷来归我,轻等怒,以乎我自故而杀之,何以事与天下也。 也就是说,马超在世穷之时来头,如果将他杀害,那么天下人会如何看他刘备,当时张飞也同意了刘备的说法,只不过关羽和张飞在第二天大会之时,便仗刀而立,超顾作习,不见羽,非,见其职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被字。 看看这就是马超在入蜀之后的地位,非常尴尬,在马超老实之后,刘备便剥夺其兵权,并将马超此前带领的西梁大军收编,让他们统归沉道训练,在历史上称之为白尔兵,而白尔兵乃是蜀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当年诸葛亮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凶贤白底兵妃精炼,到所都,则先帝仗下白尔,西方上兵也。 然而白尔兵的兵源却很大可能是马超的旧部组成,根据史料记载,枪人广泛佩戴尔。 而刘备军中的枪人部队正是马超带过来的,由此可见,马超在入蜀之后基本被架空,只不过刘备碍于情面仍然封马超为票棋将军,最后还和马超联姻。 这还没完,马超本是一个豪爽之人。 在同关更是打得曹操割续气袍,然而在入蜀之后,马超却当起了孙子,蜀国至终从事彭尚被贬为江阳太守之后,心中不悦于是找到了同病相怜的马超,彭尚到老吉荒辈,可负倒邪。 轻微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义,彭尚本以为会唤起马超的斗志,然而彭尚前脚刚走。 马超便立即向刘备汇报彭尚之言辞,最后彭尚被处死。 看看这就是马超在入蜀之后所过的日子,到最后简直成了惊弓之鸟。 这也是导致马超早死原因之一,马超投奔刘备之后,真的甘心被刘备压制吗? 刘备之所以收留马超,主要是因为马超在敌人,枪人中享有崇高的声望。 这些少数民族武装曾经频繁骚扰蜀汉西北边境给刘备带来了巨大困扰,收留了马超后,敌人和枪人果然远离西北边境也重新变得平静。 马超深知刘备的用心,也理解刘备的担忧。 因此,他一直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身居简出,甚至避免与旧日的部将接触。 有一天,至终从事彭尚找到了马超,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不满,同时对马超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在激动的时候,彭尚表示,凭借他和马超的联手,必定能够推翻刘备的统治,自己有望成为领导。 马超在当天对彭尚的言论保持了沉默,但随后却毫不犹豫地将彭尚出卖给了刘备,刘备一声令下,彭尚先生便丧命于非命,而马超因此被贴上叛徒的名号。 这一事件实际上反映了马超内心的恐惧,他害怕刘备对他的猜疑,害怕彭尚可能是刘备派来试探自己的人,为了自保,他别无选择,只能背叛彭尚,尽管最终马超如愿以偿,得以安然度过,但回顾他曾经是一代枭雄的事实,其结局却显得相当窝囊,令人不禁感叹。 为刘备立下汉马功劳的马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被封为票己将军,只不过由于他接连的背叛同盟,导致他在蜀汉政权根本得不到重用,不管是张飞还是赵云都十分地排挤他,导致他一睹怀才不遇。 不过这段时间非常的短暂,因为在刘备于成都登基为王的第二年,马超就因为心病而一病不起了,刘备也对这位有功之臣很是愧疚,因此亲自前往他的病床前看望他,马超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因此起身向刘备行了一个大礼,并对他说,陛下,我的家族中本来还剩下二百多人,但却全部都被曹操所杀害了。 如今只剩下一个堂弟马带,希望能够善待我这个唯一的弟弟,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愿望了,刘备也对自己没有重用马超而感到遗憾。 况且,他如今已经就剩一口气了,因此刘备果断回答说,你放心去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有了刘备的保证,没多久马超就撒手人寰了,对于马超的离世,刘备也显得格外的伤心, 因而特意嘱咐诸葛亮以及刘善等人,叮嘱他们之后,一定要好好善待马超的后人,却没想到正是因为刘备的承诺。 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41年后蜀汉政权的灭亡,这到底又是为何呢? 在马超去世之后,马超也给马代安排好了退路,而刘备本就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也按照自己所承诺的那样给予马代照顾,甚至还给了他一个贤职。 等到诸葛亮去世之后,二人的矛盾正是由暗处转到了明面上,直接在朝堂中针锋相对,毫不热闹,虽然说自身本领并不出众,但这马代好歹也是出生于武将世家。 他莫名其妙地认为,身为武将的魏严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堂哥,这才导致马超当初没有受到重用。 就这样,他果断加入了杨夷的队伍之中,二人相互合作,竟然设下计谋,陷害了魏严,魏严为了活命,只好被迫出逃,在魏严逃跑的道路上,马代早就按照计划埋伏就位,甚至亲自斩杀了魏严这位蜀国骁勇的大将军。 要知道,这魏严对于当时的蜀汉政权来说,可谓是极其重要的。 在他之后,蜀汉政权就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这样一来,岂不是让其他国家逮到了机会? 不过其他政权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刘善就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而助推了蜀汉政权的灭亡。